國定古蹟鹿港天后宫 擁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 在九二一地震發生 當時仍然是屹立不搖 沒有想到這一次四月三號強震過後 造成了超過千次的餘震 今天廟方人員就發現 在龍邊大門下的石就斷裂了 也造成門神傾斜損壞 廟方主委在臉書上PO出這樣的畫面 也先緊急通知文資局把門片卸下 同時也呼籲民眾千萬不要逗留 天后宮龍邊大門下石就斷裂 延伸到後方造成門神損壞傾斜 廟方人員發現緊急將門片卸下 石就隨即斷成兩截 就怕遊客不知道發生危險 工作人員將四周圍了起來 同時貼上請勿靠近的警告標示 國定古蹟鹿港天后宫 擁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 在九二一地震時屹立不搖 沒想到不離零四零三強震 造成天后宮山川殿以及屋脊部分回損 地震過後加上超過千次的余震 二十六號上午八點左右 廟方人員又發現龍邊大門石就也斷裂 廟方第一時間找來建築師 以及危請降師先做緊急加固 同時也通知文資局會刊 那初步並沒有那個立即性的危險 怕說後面有滲水的狀況 會造成損害擴大 避免損害擴大將做緊急修繕 預計五月中旬開始進行 大約四十五到六十個工作天 記者戴如茂張瓦報道